急性白血病的症状 王存邦 成都京东方医院 血液内科 主任医师 儿童及青少年的急性白血病起病比较急 常见的首发症状包括 发热 进行性贫血 显著的出血倾向 骨关节的疼痛 肝脾和淋巴结肿大等 起病缓慢者已老年级部分青年病人居多 疾病逐渐出现进展 此外 少数患者还可以出现抽搐 失明 牙痛 牙龈肿胀 心包肌液 双下肢结胆等症状 急性白血病症状的严重程度 与疾病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一旦有了不适的症状 应该尽早去医院 得到正确的检查 诊断及治疗 专家提示 急性白血病常见的症状 包括发热 进行性贫血 显著的出血倾向 骨关节疼痛及肝 皮 淋巴结肿大等